你好 请问在你们店的话 十万块钱落地可以买到哪些车呢 十万块钱落地什么都买不到 爆火 啥白的 哎呀 来都来了 还是给大家探一下吧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心灵 这期十万块钱买啥车系列栏目 我们是来到了长安福特 来看看十万块钱在Tunder可以买到啥车呢 下面话不多说 一谈就近 你好 请问在你们店的话 十万块钱落地可以买到哪些车呢 十万块钱落地什么都买不到 爆火 下班的 哎呀 来都来了 还是给大家探一下吧 宝子们 刚才你们都听到了哈 预算十万块钱在长安福特CS店 确实是一辆车都买不了 不过既然来都来了 咱就是说也不能白来 下面就顺便带大家来看看 它的几款热销车型 以及终端优惠情况如何 走吧 首先是蒙迪欧 这款车呢 很多年轻人应该都很喜欢啊 外观主打的就是年轻和运动 前脸鳞片状的一个进气格杉 搭配贯穿式的一个日线行车灯 就非常有那种未来感 另外呢 像系列的大灯 6B的造型 分段式后绕流板等等设计呢 也十分有荷尔蒙的一个味道 那打开车门过后呢 如果你是追求高级感科技感的话 它还可以拥有一块1.1米的贯穿式大屏幕 科技感很足 同时呢 还有Bi的音响等等配置啊 包括L2级别辅助驾驶 以及高飞板车型 还有有前排座椅的一个通风和加热等等功能 那在动力上呢 它是搭载到了2.0T发动器 288匹马力 动力方面也不错 像喜欢它由内到外的这种运动感的朋友啊 可以关注一下它 目前终端呢 它是给到了2万块钱的一个现级 会主销车型179800的那个版本 而且是有线车的 接下来咱们再带大家去看看另一款热销SUV 就是我身旁这辆锐借L了 它是一款专门为家庭用户打造的车 我个人呢觉得它相比像汉兰达等车来说啊 更运动 而且线条更凌厉 而且呢 它还有STLAM版本 供大家进行选择啊 那个版本的话就更运动了 至于内饰 虽然说谈不上什么很高的那种档次感 但是我觉得很实用 首先两块屏幕科技感是给到了 而且下方是保留到了一定的一个物理按键的 方便你驾驶时的一个盲操 那像在配置上的话 它全系标配7安全气囊 还拥有L2级别辅助驾驶等等 整体的配置表现也不错 这里也特别提一下啊 它是有5座以及7座车型供大家进行选择的 大家停出行就可以选择7座了 那在动力上呢 它分为汽油版和混动版啊 都采用的是2.0p发动机 前者是252匹马力 后者275匹马力 有两区又有四区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来自行选择 那目前瑞杰游的一个中端呢 是给到了28000的一个限制优惠 你到店还可以再聊啊 主销车型是269800的版本 有限车 但如果说你的预算更高一点的话 这边的探险者也可以关注一下 我相信很多朋友看到它第一眼肯定都会觉得很霸气 很有越野的范儿 无论是普通版车型也好 还是扩论巅峰版也好啊 都比同级车型看起来更加霸气 而且车身尺寸呢也很大 超5米的车长以及超3米的轴距 大家可以看到我站在它面前 是不是很渺小 坐进车里边映入眼帘呢 是双连屏的一个设计啊 科技感给到了 整车的一个用料和做工也很到位 有质感 但我想着重说一下它的一个动力 它是搭载到了2.3t的一个发动机 276匹马力 相比同级那些2.0t的发动机表现要更好 再加上它纵制后驱的一个优势 也可以保证在驾驶时 它的大部分动力呢是从后额输出的 也就是说这车开起来 你基本是遇不到抬头的现象的 因此它开起来的一个舒适性 以及操控呢也会比其他 横置前驱的车更好 那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会选择到 它的一个原因之一 而且它的新款车型的话 还配备到了奔驰S7同款 座椅皮料更有豪华感 那刚才呢我也替大家问了一下销售啊 但我觉得大家你可以到店再聊一聊 比如说它还有至高1万7的一个置换补贴 主销车型呢是35.98万元的版本 有线车 看嘛我就说来都来了 不给大家勘探优惠怎么说的过去呢 这不几款热销车型终端优惠都还不错 但我建议大家还可以到店详聊 行吧那下次去哪家电探啊 理论区留言呀